大家好,我是崔花姐 今天这一期视频是专门来教大家插矮牛 因为上一期视频播出以后呢 就有朋友专门问说怎么样插矮牛 怎么样以最低的成本 来让我们的矮牛生baby 这些矮牛就是我上次介绍过 就是在隔壁去年的夏天 就在隔壁捡了四个枝 回来以后呢就把它捡一开两半 捡成八个枝 培育出了五盆矮牛 后来就不断的生baby生baby 现在今年我已经是满员都是矮牛花在爆棚 所以非常漂亮非常壮观 而且这个矮牛呢自己做的话成本非常低 但如果是去lost买的话呢 上个星期我去看一盆爆棚的矮牛花 多少钱呢 三十八块九毛八 就是差不多四十刀 我觉得太贵了 在美国太贵了 在美国一定要勤劳啊 我们要做一个勤劳的人民 首先呢需要的工具 这个 这个就一定要有的 这个呢就事半功倍 就是让我们的生根更加容易 尤其新手是非常好 去年我买了一瓶 四块多钱用了整整一年 今年这是第二瓶 这个 这一块肉团哪里都有的卖 乌尔玛呀 洛西呀 红地铺啊 都有的卖 一定要买这一瓶 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没有这个也可以插和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好 看看这个视频是不是开着的 OK 确定它开着的 这是一个生根粉必须要有的 跟着一壶水 这个棚子 还有这个圆土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圆土 这个圆土呢 是我去年呢 完全是金灿灿的沙地 我抠了一些牛粪土 抠了一些古墓草 就是隔壁割草的时候呢 我就让那个阿伯 我说你帮我留下来呀 不要倒到垃圾桶去呀 就放到我们的圆土边上就好了 那我呢 就把它留起来 你看这一袋 就是它留给我的圆土 我一直在用 现在里面还有 那这个圆土呢 昨天呢 我又在院子收 收集了一些古墓汁 又把它烧了一下 你看这上面是一层草木灰 这个草木灰起什么作用呢 非常好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理你这个草木灰 那我就昨天专门在上面烧了一下 这是圆土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了 那这个呢 那就剪这么长 大概一二三四 通常来讲两个节点就够了 两个芽点就够了 但是呢 哎呀 现在这么多不用心疼它 那就剪这么长 是最佳的长度 大概我这里有四个芽点 两个芽点也可以成活 但是我觉得它太短了 这个一活起来 马上就会分支开花了 而且呢 它这个花永远都在上面 你照顾得好 它一直都在开花 它并没有死 不像别的花 你插花以后 它的花就死掉了 但这个花它一直在开的 一个小盆它一直在开 你在照顾它的时候 你就会心情非常郁郁 因为你在看着它 它并没有 不是 它并没有死去啊 它一直还等着你 每天给水它 噴一下水 它每天还在开花的 OK 就像这样子剪 这个矮牛呢 你就不用担心它的 你拼拼拼 它很快就会发出来 你看这样子剪 剪以后就放到这 我以前插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来插 现在的话呢 因为插了很久了 也没有那么多地方插 所以一盆呢 我就插很多 我去年在隔壁老太太那边 剪了四颗枝 今年我插了三盆给它 插活以后 都是两个月以后 已经是生根了给它的 而且每一盆呢 就有二十多枝 我一次是插三到四个 所以说一小盆可以有很多个 你种的时候也可以 种大片呢 种个二三十颗 我这个园子 像这个位置 也就是可能种了有七八颗 你看现在已经是一个suckle 我整个圆子可能也就是三四十颗 这样子 它已经就开得非常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插枝的时候 这些很粗声的 只要我们掌握它的技巧 一点不难 而且呢 节约时间 节约空间 节约成本 而且让我们的花园 变得非常的爆满 非常的漂亮 OK 继续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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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花园真正的剪刀 但是这个是剪树枝 剪这些软枝的话 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剪刀就OK了 就更容易操作 你可以剪第二层的 我为什么喜欢剪第一层呢 因为第一层的话 像我刚刚说的 它一直有花在开 所以说我每次去照顾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是花 它不是叉枝 它有生命的 它不是等我们去救活它 而且它一直在生活 一直在活着 这第二层也可以剪 这下面一路剪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一路剪一路剪 剪到根 我都准备过可能十天八天 这个整个全部剪到根 让它重新发出来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过年的时候开始开 已经开到现在了 我前院的时候 前院的花是从感恩节 圣诞节就已经开始开了 开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所以说呢 半年四到五个月要剪一次 强剪一次 剪一次以后呢 让它重新发出来 重新再来开 这里已经很多了 这里可能也有四五十颗了 就剪这么长 这有四五十颗了 我觉得是够着两盆叉了 OK 那现在就下一步的环节 我们就来配与这个圆土 这两个小盆 两个小盆呢 因为美国的土啊 非常非常的贵 我们做花园的家庭花园呢 我觉得呢 当然了 我什么东西 我家先生都说 你需要什么东西的 我得一忘 你想要什么 你就去买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庭种植 如果想要自己有一些成就感 就是要做得好 还要以最低的成本 最低的成本 最好的成本来做 那我呢 就再摸索了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分享给大家 那以最最节省的成本呢 我就不是说全部用 因为有时培养这育苗的时候 几十盆呢 我去年买土 买了可能有几百袋 一袋去年还便宜 最便宜的是两块五 今年最便宜已经四块多了 说买土买穷啊 所以今年的话呢 我就开始摸索 就是节省一些 这些就要是去年的话 肯定是买牛粪的 牛粪就五块多钱一袋 插个三五盆一袋 牛粪没了 但今年就不需要了 一些叉枝的时候 这个枝是不需要太多的肥力的 它先定根生根 生根以后 种植的时候 你再需要给它肥料 这个是草 这是隔壁留给我 留给我的草 我就抓两把草进去 垫底 垫底 第一不用有那么多的土了 第二呢 它起一个保十个左右 这是我抓了两把草 抓了几把草进去 跟着呢 这个是原土 加了草木灰的原土 好差不多了 不用太满 因为太满的时候 你喷水的时候 它土就会出上边流出来 不需要太满的 好 那这个差不多了 这个土差不多了 好 来 这个土 跟着呢 就要浇透水 一起浇透水 所有的种植和叉枝 第一时间你叉枝前 种之前 都要把这水浇透 那我本身有水管可以拉过来 但是因为今天就两盆 没有拉水管过来 OK 已经OK了 因为这里土并不是很多 跟着这个 把它浇水 让它再阴一下 跟着呢 我们再处理 我们的这个杆 打开这个 这里的话呢 你看 最好把这里扒它一下 下面有些这芽 因为为了容易插进去 就稍微扒一下 不用拒很多 就这样子 很快速的 因为它很粗声 不需要太过焦跪 那这样子 那我一次已经插了 这几颗 四颗 要是一起 去年的时候 一颗一颗来插 今年的话 已经觉得自己有经验了 觉得不用那么 不用那么紧张 也不用那么 我们种植 其实像养孩子一样的 其实有事不需要那么娇贵的 那这已经吃了 那蘸了一下生根粉 你看到这个白色 这个生根粉 我觉得它可能就起了一个消炎的作用吧 那这样子挖一个洞 那应该是用这个 但是我们有勤劳到的劳动人民的手 不需要用铲 挖它一下 挖个洞 那这样子自上二下 把它放进来 跟着周围呢 摁一下 把它填平以后 就稍微摁一下 就让它定制 不要它东倒西歪 一浇水的时候 东倒西歪 这样子的话呢 它这个根呢 就固化不了 就稍微轻轻地按一下 按时它 好 一二三四 我每次都是 现在这次插 每次都四颗 太多也不好 四颗我觉得足够了 我有时插三个 有时插四个 那确保它每一个 都是都已经是有生根粉了 挖个洞 插进来 好 一二三 把这个边在这边 拉掉它 正常来是要用剪刀 轻轻地剪一下 但是没有了 我都因为这么插过 觉得它也活得很好 所以不用那么娇贵的样 差了四堆了 一颗插个五六堆 是没有问题的 也要有一点点通风的位置 让它能够一些通风 不够不够 我们再分一下再剪 所以说我今天专门把这个 第一次拍现场的视频 所以说呢 我也把这个东西都放到一起 已经四堆了 等一下可能要再 我们再试一会儿 再会儿再次拍下 再转发这个视频 再试一会儿 再烦一会儿 再唱完 一会儿 再烦一会儿 再烦一会儿 再转发 再烦一会儿 再转发 再烦一会儿 确保每一个根都有粉 你看这一盆硬叉好了 这一盆硬叉就有24颗 24颗已经可以重合一大片的了 你看这里也就是七八颗 我记得也就是七八颗一个大扫钩了 这个已经记得你小院子的话一院子都已经够用的了 现在我们要继续剪 再剪多一盆出来 OK 这样我们再剪一盆 你剪多少剪多少 一路剪就不要说剪 剪很多 剪不完那个浪费它 剪花的时候呢 我就让它每一个生命 都剪好它 都让它延续下去 活下去 这是我们种花人的一个小小的理想 小小的理念 当真正这花开败的时候 你不要的时候 要扔的时候 它的心情又是另外的心情 你觉得 它的生命就是终结了 但是剪花的时候呢 就是要延续它的生命 所以说呢 我不需要浪费它 可能这几天 有过几天我要全部把它剪了 可能有的用不到的 我分一些给邻居啊 分一些给朋友啊 有些插一些 有些不需要的扔了 但是我觉得它的生命 它已经燦放了半年了 它生命就终结了 我就心安美得 但是今天插枝的时候 我是尽量不浪费一个枝 而且只要把它插到这个盆里 我的使命就是让它每一个小枝都能够活 如果它死了 我就会觉得很伤心 这可能有一个小小的情怀 好 那因为这个要再剪再插 继续就重复这一盆的过程 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希望能够真正帮到朋友们 因为朋友们不是一个问 就说哎呀 能不能交一下我们插枝 能不能给我一些枝 没有问题 因为离我近的 随时提前预约 我都可以简细之为大家 也希望这个视频帮到大家 真正能够让我们很快乐 很高效 而且呢 非常经济的照顾我们的花园 让我们的花园更美丽 更漂亮 我也是从一个小白 自己开始问一下朋友啊 上网去学习一下呀 自己去不断的摸索总结 还要用自己的 就是要总结一号 要自己的方法 不是就说听别人怎么讲 听怎么怎么做 自己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种植的乐趣 就是要自己要自己的独创 自己有自己的小的方法 小的成功的秘诀 最后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胜利的果实 你就会很开心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 来视察我的花 好 现在的话 我在带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希望如果帮到大家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视频 以我刚开始 关注新人 而且呢 点赞 记着点赞 而且呢 评论 有什么好的 我做的好 也可以评论 做的不好 有什么好的方法 idea 我们改进的 也评论 跟着转发支持 好不好 行 好 到最后 我带大家再参观一下我的花园 再参观一下